今天我们庆祝圣母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上升天的节日 这个节日跟耶稣上升天的节日是一样 表示他们两个人 耶稣和玛利亚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更清楚地了解一件事情 虽然两个人都上升天 但是这两个庆日完全是不一样 差别很大 因为耶稣以自己神圣的力量上升天 祂是天主 玛利亚不是天主 玛利亚是人 所以祂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上升天 祂是被天主接上天堂 没有经过死亡而上升天 反而以身体和灵魂被接上天堂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 不过它呈现了在基督信仰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玛利亚在天主的事 那就是玛利亚在天主接恩计划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杰出 而且很重要 大家还记得预报耶稣诞生的故事吧 天使加布尔向玛利亚报喜的那一天 玛利亚毫无怀疑地接受天主的邀请成为天主的母亲 耶稣也因此在他母台当中成为人 诞生在人间 不只是这样 从耶稣小的时候 婴儿的时代 成年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玛利亚从来没有缺席 他一直在耶稣身边陪着耶稣度日 所以普世教会称玛利亚为耶稣的第一个门徒 不是没有理由 在耶稣的整个人生心路历程当中 玛利亚的心一直与耶稣的心都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所以今天的清日让玛利亚与耶稣更圆满地 更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 今天的清日要告诉我们什么吗 至少有三件事情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反省 第一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玛利亚也是人 不是神 不是天主 他是天主以自己的模样 所造的人 按照道理 以天主的模样 所造的人 都必须受照顾和尊重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值得被照顾和尊重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 完全是因为天主爱着我们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 在一切事上都要不断地感谢赞颂天主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祂的人 第二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 她也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 成为耶稣门徒的我们 我们也要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 听从天主的旨意 并在生活当中实践一切诫命 最后 玛利亚与耶稣心连心的结合 这样的榜样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希望 祈愿我们与耶稣都要常常生活在一起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祝福大家圣母圣天节快乐 天主降福